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并茅吹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 也就是说不忘本不忘乡 是中华民族一种深切的美德跟情感 为了唤起对家乡故里的记忆 保存乡村的传统特色跟历史 彰化县政府从2004年开始 推动了大家来写春史运动 鼓励民众参与写春史的工作 2018年6月22号上午 县政府还在中庭 举办一场大家来写春史的新书发表会 彰化县副县长林明玉表示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跟县民一起记录 属于彰化县的独特历史文化 这次赏到八本 这可以破全国的记录 非常感谢我们文化工作团队 还有我们所有写春史的所有的作家 为我们写春史所付出的努力 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这片土地的故事 在这场新书发表会上 县政府还邀请许多书籍的作者参加 并且接受县政府表扬 县政府文化局表示 非常感谢这些村史的作者 全心全意记录社区历史跟文化的演变 也希望藉由这些彰化县各村里的村史 让民众重新认识家乡 凝聚共识 提升彰化县整体的文化环境 跟生活品质 我们鼓励所谓的这个素人写作 就是所谓在地人 然后自己来写 而不是说每一个这个历史 都要找这个国内的知名的学者 或者教授来写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些村史呢 其实都是在地退休的老师啦 公务人员啦 甚至像有开水电行的啦 工人 他们都自己来写自己的历史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彰化县文化局长陈文斌表示 大家来写春史的活动项目 已经推动了14年 除了鼓励文字写作之外 也补助影像记录 拍摄记录影片 未来还要持续推广 让更多的人参与 希望利用书中记录的点点滴滴 让民众能够更加关心 自己居住的环境 为彰化县这块美丽的土地 留下完整的人文记录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彰化报导